大家好 这是紫色三叶草 这个是有根的 上次没说完 这次有根我们就看 因为它有根了 你就可以把它种下了 现在就是找一个花盆 然后把它种下去就可以了 就种深一点 种到这个地方了 这就是种下去这一棵 今后呢 从这个下面就会长出来新的 它会长爆 然后会长出新的叶子 我们今后就看吧 现在是把它种下了 一般呢我就是喜欢浸盆 就是你让它浸到水里 让它变湿 所以我现在就放到这个下面 这个有水 让它浸水 这个浸好 这个是那个 发的多肉 多肉种子发的 然后这个就放在这儿 等这个土上面都湿了 就可以拿起来了 好了希望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帆植更多的三叶草 紫色三叶草 这就是我这个 这一盆 然后这些呢 都是 都是叶子 有一些呢 也已经生根了 就等根再多一些的时候 就可以种了 像这个也有根了 比较少 比较少 多一些的时候 再种 你就是 用一些水 就这样 放到这个凉棚下面也行 就是太阳不直射 因为有很多阳光的地方 就可以 通常我这个就是放到 西晒 西晒窗户的窗户下面 当然 下午的时候 你就把窗帘拉上就可以了 所以 就是很简单 好了 好了 谢谢 希望对你有 有启发 喜欢的话 给我按赞 谢谢